大家好,今天是温客华时间2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元播报 我是实习主播Jesse 本周四2月20日BC省卫生厅证实 该省又确诊了一名新冠肺炎病例 BC省首席卫生官保尼亨利医生说 新确认的病例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 她并没有去过中国 而是在今年1月份去过伊朗 并于同月的下旬返回了加拿大 回到加拿大后 她出现了流感症状并到医院求诊 但是随后她就被送回了家里 直到2月20日 该女士才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BC省卫生厅发言人表示 这是该省首例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病例 所以很被重视 该女士病情不严重 被隔离在了位于沙菲卫生区的家中 并接受省级卫生官员的检测 同时同她有过接触的人也被隔离 由于该女士是在伊朗患上的新冠病毒 所以家方已经和伊朗取得了联系 预计双方会安排一个跨国调查 伊朗卫生部最新公布 新增13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两人死亡 目前累计18宗确诊 4人死亡 亨利表示 如您所料 我们感到惊讶 这可能是病毒广泛传播的指标 是我们所说的指标性事件 BC省已向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通报此宗病例 也会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据悉BC省目前有6名 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而全加拿大则出现了9例 BC之前确诊的5例中 有4个都没有症状 BC省已有500多人 对该病毒进行了测试 6人对新冠病毒呈现阳性 其他则只是流感 此外 邮轮钻石公主号 至少有47名加拿大人感染了病毒 目前正在日本接受治疗 根据安省官网发布的信息 截至2月21日上午10时30分 安省的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已经全部治愈 安省自1月31日 发现第三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以来 已经连续21天 没有新的确诊病例了 1月20日周四 安省公共卫生官员报告 安省也是加拿大的 首例新冠病毒呈阳性患者 已经完全治愈了 这名50多岁的男子在相隔24小时的 两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 这是病毒被清除的标准 副首席医学官亚夫医生说 该男子不具有传染性 已经康复 安省第二例新冠病毒患者 是这名男子的妻子 报告显示 这名女子也已经康复 本周三 2月19日 BC省卫生官宣布 BC省的第一例患者 已经康复 他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 他曾到中国武汉旅行 于1月29日确诊 亨利值首例患者 已经检测出第二个阴性 显示其已经康复 不需要再进行隔离了 关于如何进行个人防护 卫生厅给出了以下的建议 第一 要预防一般呼吸系统疾病 及新型冠状病毒 最有效的做法是 勤洗手 避免触摸面部 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衣袖遮盖 丢弃用过的纸巾 若感到不适 请留在家中 及避免与他人接触 第二 任何最近曾到访 中国湖北省 或由邮轮隔离后 回国的人士 都会由公共卫生职员 联络跟进 并需要于离开 潜在感染地区 抵达卑诗省的 14天内自我隔离 第三 过去14天 到访过中国大陆的人士 建议自我监察 并密切留意 子女有没有出现症状 如发烧 呼吸短促 或困难咳嗽 若有任何疑问 联络公共卫生办事处 第四 任何人若怀疑受到感染 或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 请联络家庭医生 本地的卫生部门 或致电811 811亦提供 130种以上的语言翻译服务 1月20日 钻石公主号起航 2月19日 船上旅客陆续下船 21日 大多乘客下船 这艘邮轮被迫延长了近一个月的意外航程 终于落幕了 截至日本时间 21日晚间 6时30分止 船上共有634名乘客与工作人员确诊 其中两名患者被确认死亡 21日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盛信 谈到钻石公主号乘客下船时说 虽然相关作业仍在继续 但可以说已暂时告一段落了 他感谢医师自卫队及消防人员等各方人士的相助 这些人在自己有可能被感染的情况下 登船为船上患者看诊或协助患者送医 从事世界上未曾有过且复杂的任务 真的非常的辛苦 厚生劳动省 针对船上确诊以外的所有人员实施了病毒检查 只要呈现阴性且无症状的旅客 多数能在5日算起 14天观察期结束后 于19日依序下船 19日有443人 20日有274人 总计两天有717名乘客下船 21日截至下午午时止 共有253人下船 总计三天已有970人下船 厚生劳动省预计21日结束前完成旅客下船作业 在这艘船上共有256名加拿大人 其中有47人被检测出阳性结果 他们已经被送往日本当地医院做进一步的治疗 任何接触了病毒或有疑似感染症状的加拿大旅客 都不被允许登上车桥飞机 受困于钻石公主邮轮的加拿大乘客 日前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乘坐飞机返回加拿大 全球事务部表示 如果空间允许 允许非加拿大公民直系亲属和永久居民登机 今天21日 他们已经抵达了安省 开始了第二轮的隔离 据CTV报道 加拿大政府派出的飞机 从东京国际机场起飞后 历经11个小时的航程 于21日凌晨2点左右 抵达了位于安省东部的 Tornton小镇的军事基地 加拿大卫生部曾经表示 这些被撤回的加拿大乘客 在接下来的隔离期中 如果检查结果仍是阴性 且没有任何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 卫生部门将考虑提前让他们结束隔离 这将由加拿大卫生公共部首席执行官 对每个个案进行逐一评估来决定 撤离乘客的年纪从20岁至80岁不等 大部分人都在60岁以上 用于隔离的NAVA加拿大培训学院 工作人员此前正在忙着准备 迎接他们的到来 警察和急救人员也已经待命 奥尔伯塔省的罗雷塔维斯娜 和她的丈夫一直在船上进行隔离 周四她在Facebook上发布信息称 他们已经通过了飞行前的检查 她的帖子显示出迫不及待的心情 我们的行李已经装好 放在了客舱外面 我们戴上了新的口罩就等着被叫下船了 她还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 戴着口罩手套和防护服的照片 今天 罗雷塔在脸书上继续透露 他们一抵达军事基地 就有医疗人员上飞机来给他们检测体温 并为他们提供食物 一个多小时后 这些乘客搭乘巴士 被送往安省小镇的旅馆 及NAVA加拿大培训学院继续隔离 一对多伦多的华裔夫妇曾在推特上向媒体和政府求助 表示在邮轮上被隔离 仿佛坐在漂浮的监狱中 希望能得到帮助早日下船 在他们昨日20日发布的推特中 周先生难掩激动地表示 这是我们在钻石公主号上的最后一顿餐饭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回家了 返回到加拿大土壤上了 到了之后 周先生还发布了一段视频 展示他们在隔离期间居住的房间 与此同时 经过14天漫长的等待 第一批撤侨共213人 已经在21日早晨离开安省的 Trenton空军基地 登上回家的路 加拿大总督Julie Payette 亲自赶到Trenton空军基地 为所有人员送行 总督还登上即将发车的巴士 与隔离人员道别 加拿大卫生部长表示 所有撤离人员在基地停留期间 均未表现出任何病毒的症状 第二批撤侨的加拿大人 将在2月25日解除隔离 他们也发出一些隔离区生活的照片 比如Trenton空军基地隔离期间的餐食 家国当局为隔离家庭提供的各种日用品 和Trenton隔离人士居住房间的内景 目前包括钻石公主号确诊的634人 日本的确诊病例人数达到了743人 2月20日 美国病控中心CDC将日本列入了一级旅游警示 CDC对日本的旅游警示指出 新冠肺炎已经在日本蔓延 已有多项报道指出 日本有社区感染情况 这意味着确诊病例 无法找出感染源 根据第一级旅游警示 CDC并未建议民众取消或推迟前往日本 但呼吁有意前往的民众需做好预防措施 过去14天曾前往日本的民众 若有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 应立即与医院和当地卫生机构联系 说明日本旅游室与自身症状后安排就医 至于钻石公主号 日本政府的船上隔离策略被批导致船上 恰如完美的病毒培养皿 如今果然成为中国境外最集中的感染场所 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在撤侨之后 都不会让邮轮上的国民直接回家 要先在某地检疫隔离一段时间才准回家 但日本政府确认他们搭乘计程车进入横滨市 19日当天还有些乘客乘坐巴士准备到火车站 20日一名刚下船的日本女乘客进不回家 随即与友人会合直奔寿司店吃寿司 2月18日晚 曾赴中国非洲多国参与抗击SARS病毒 埃博拉病毒的日本著名传染病学家 盐田健太郎在他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的视频中 讲述了在这艘邮轮上令人震惊的发现 钻石公主号就是一台新冠病毒的生产机器 在船上所看到的一切让我非常震惊 几乎要昏过去 在20多年的防疫工作经历中 我从未感到自己感染风险如此之大 18日登上邮轮后 盐田查看了船内的几个地方 发现这艘邮轮在感染控制方面做的完全不够 甚至连基本的绿区未被感染区 和可能被病毒污染的红区都没有区分 不仅如此 29日凌晨 盐田健太郎很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 将视频删除了 他在其社交媒体上称 没有理由进一步就此事进行讨论 并对因此事感到困扰的人士 表示由衷的道歉 而中国的另一个邻居 韩国疫情也日趋得严重 韩国的最新确诊人数达到了204人 光2月21日单日确诊者就激增了100例 还出现了超级传播事件 导致1001人被隔离 安大略省的三名确认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患者 现在已经治愈 安大略省卫生官员说 这三名患者中的最后一名 之前在身体内残留病毒 现在间隔24小时进行了两次阴性测试 证明该病毒已被清除 安大略省的三名确诊的冠状病毒患者 分别是一对来自多伦多的夫妇 以及一名居住在安大略省伦敦的大学生 他们最近都曾经前往疫情爆发中心的中国武汉 多伦多男子回加拿大后被送往医院 而他的妻子症状较轻 在家被隔离 那名大学生的病情也比较轻 以至于最初的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在第二轮评估中才确认他感染了该病毒 加拿大卫生官员已经确认了 9例加拿大的病毒病例 但全球大部分病例都在中国 目前有7万5千多人感染了该病毒 至少有2200人死亡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Jess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